小Call 招网友控贩卖假货翻设自小Call 脸书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女星小Call 郭怡林是许多综艺节目的常客 曾因荣辱及拍摄漏毛写真及引起话题 他时常在脸书贩卖商品 日前他卖出二手名牌钱包 没想到竟遭指控贩卖假货被一状告上法院 小Call 在脸书粉丝团宅知晓恶魔贩卖二手商品 据苹果日报报道 一名无姓男网友今年7月花了1900元买一个二手名牌钱包 但察觉有意便委托国际法律事务所进行鉴定 才发现买到假货 他下小Call 反应却被认为不尊重及侮辱他 让该名网友以违反商标法向小Call 提高 但小Call 否认贩卖假货 表示零钱包是经纪人给他的 自己不清楚真卫检察官也将他贩售的另一品牌名牌包送去鉴定 结果未真品 并认为依检定报告中提到的仿冒部分 若非专业人士根本看不出来 因此对小Call 不起诉处分 小Call 最后以不起诉处分 翻设至小Call 脸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